上个月零售销售跌幅收窄至两成四 符合预期 但业界就说在新一波疫情之下 政府派钱刺激消费的作用大减 再次呼吁业主减租共度时间 谭希林报道 上月疫情减退 本港零售销售继续有改善 6月总销货值265亿 跌24.8% 是1月以来最好 年跌17个月 上半年跌了超过3.3% 珠宝中标销售好转 药物和化妆品是跌幅最大的类别 新鲜食品和超市货品就继续上升 但随着疫情今个月转差 社交距离措施再收紧 业界划经营严峻 7月份第二个星期影响之下 其实明显地看到人流减了很多 而且看到购买意欲非常降低 也将一万元派钱的效用 也大大的减低了很多 租金舒缓的方面 我们协会出了一封公开信 给各大业主 也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关心 不是完全不交租 而是真的负担不起正常人流的全租 会员当中一半的零售商 都是有收到律师信的 他们唯一一个减低那个 他说部分零售商拿到抗疫基金换助 短期内不会炒人 但仍然要视乎疫情发展 与业主减租的取态 目前难以评估下半年行业的情况 有线电视记者谭希霖报道